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好几天没有看到太阳了 我刚刚趁着现在中午温度还有点高 我给我这边的橙子给它们浇点水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平时没有发现的新大陆 我觉得肉肉多了以后啊 你真的是没有时间仔细地去端详每一颗 其实你只要盯着每一颗看 你都会发现有惊喜的 可不是我今天就发现了一颗 我告诉你们 我经常带你们看的那颗肉肉 就是这颗大橙子 就是这颗 我从我们当地大棚地挖的那颗 你们知道我发现什么了 我平时每次给你们看的时候 我主要都是带你们看的 你们看我这颗啊 之前从大棚里面挖回来的时候是水桩 对吧 然后我每次带你们看的都是 你们发现它没有变成木质桩了 然后是每一朵原来冰泱泱的 小细杆子小水桩子的这些侧牙 现在都已经变得层次变多了 对吧 叶片空短了 然后现在有一点上状态了 我以前每次带你们看的都是这些 大家很有印象吧 这个是中间的大竹头 有很多小伙伴 是前年的时候都是看着我从那个大棚里挖出来的吧 所以大家对它很有印象 然后对它感情也很深 等于说是看着它长大的 我们平时都盯着这些方面在看 但是我今天我刚刚浇水的时候 在撸撸枯叶子 你们发现了没有 这颗肉肉它真的是一个潜力骨 我当时大概是百把块钱买回来的 这么多的头 我今天发现 我告诉你们它抱了一圈的侧牙 其实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平时都没有发现 就没有仔细地往底下看 我今天撸叶子的时候 我发现 这个底下好多侧牙呀 怎么给你们看呢 看到这个缝缝里没有 这下看到了吧 这里有一个侧牙 是从这个竹头底下发出来的 然后我就顺着这个发现 这里下有好多侧牙 看到这颗没有 这边还有一颗 看到了吧 这边还有一个头 我告诉你们 这边还有呢 来再带你们看这里 看到吧 这里还有一个头 这边还有呢 这边还有一个头 看到没有 真是的 平时没有扒开的 好好看 这边还有一个头 那边还有的 看到那个下面没有 我不知道拍到没有 我现在 镜头转过去了 这个下面还有头 等于说是抱了一圈牙 我至少发现有五个侧牙 然后还有很多看不见的 就是那个杆子上面 应该还有的 这个叶片比较脆 我也不敢就是这样翻上来 反正这个底下抱了一圈的牙 好开心啊 这个真的是惊喜 惊喜中的惊喜 本来这颗它已经很给我惊喜了 现在长得这么好 这么茂盛 我估计有很多小伙伴 要我换盆了 我这个盆我还真的不能换 我要把它们全都 头都空小 你换了盆以后 它又得重新扶盆 而且我还担心 它底下的侧牙会掉下来 这个实在是不大好秃突 我这个盆已经很大了 我记得我当时买的 为了这个 我找的这个盆是30口径的 30口径的 你看我手放在边上 是吧 然后现在再换盆 我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大的了 我就放在这个盆里慢慢空 就让它这样长大 那我这个本来 那就是一圈手捧 然后现在这样下来的话 它变成了 里面有二代仔 又会变成两层手捧 是不是很棒 今天太开心了 我要看一下这个底下 还有很多的小仔仔 你们看这个底下 生出来的这个汁 这个都是水妆 不大好碰 碰不容易掉下来 原来这个是一颗英雄妈妈 厉害的吧 然后带你们看一下旁边这颗 我们先不说那颗了 那颗等到春天的时候 再带大家看 我带你们看这颗 这颗你们看 还认识它吗 是不是有一点 不认识了 这样拖上来 这个头很重 我这个底下的镊子 还不敢拿掉呢 这样撑着 这颗是我在我们 那个天平大棚 不久前跟李滚滚 一起去端回来的 这颗原来里面有好多叶子 然后全都剪成一半了 让它消耗的 现在全都消耗完了 然后消耗完了以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颗是大棚主 88块钱给我的 大家都说我特别赚 对吧 这个就是那个天线宝宝 看到了吗 一整颗 之前它是一个大单头 结果那个大棚主 因为园子里面可能有虫 他说那个大单头的叶芯 比如说像这样的 这个芯子被虫给啃掉了 啃掉了以后 然后就抱了好多好多的窄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看到了吧 他88块钱给我 我数了一下有9个头 所以大家都说 我这个天线宝宝买赚了 这个头 这个头 两个头 三个头 对吧 然后底下一个四个头 然后五六七 这边还有一个八个头 跟你们说 这个底下还有一个九个头 这个是一个九头的宝宝 底层的叶片 全部都消耗掉了 就是以前 它本来是一个大枕头 一个大竹头 你像莲花座 中间被啃掉了以后 冒了这么多的窄 然后旁边的叶片 我端回来之前 李文文他们把那个 剩下来的基座的那个叶片 把它全都掰成一半 掰成一半 果然消耗的特别快 消耗完了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也是水桩子的 桩子和水 就跟我刚才的那一大盆 端过来的时候差不多 这种白色的水桩 原来是绿色的 绿色以后变成白色 白色以后 到春天的时候 它会变成红色 很纯的那种霉红色 过了红色以后 它慢慢的就开始木质化了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这个都是慢慢养出来的经验 到春天的时候 你看我这边有好多好多的大单头 陈梦露 这颗我不动它 我找一颗就是不大漂亮的 比如说你们看那颗 我准备春天落后呢 也给它 把芯给塞掉 我看它到底能爆多少攒出来 给你们看看这边这颗越来越远了 这边这颗好漂亮吧 特别鲜 也是一个 中间是一个手孔 但是那个手孔 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里面有几个头 我补进去的 它原来不是那么完美的手孔 然后这个飘枝是跟它没起的 这颗很特别哦 这颗你看 它跟其他的颜色都不一样 那边那个大盆里面 还是有点泛绿的 但是这盆它是白色 很多白粉 然后叶片的尖尖是 橙红色的 特别美 是吧 特别好看吧 我旁边的这个大单头 现在也长得好大了 这个大单头 你们看旁边的侧芽 飘枝 一个 两个 三个 全都长大了 我之前买回来的时候 就是冲着这个大单头 带飘枝 它以前只是两个 好小好小的芽 然后现在你们看 变得这么大了 挂在旁边 这个头也是 这个头的杆子好长好长 这个杆子木质画的杆子 看到没 看得清楚对吧 陈梦露还是很好养的 我前几天又买了一棵 陈梦露的小树 是从玩家手里收的 然后来的时候 应该也是歪瓜裂枣的 因为玩家把它养残了 我比较便宜地把它收回来的 等到到了以后 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看我怎么把一棵 很丑的一棵小树 把它养漂亮 陈梦露的小树 今年很火 来你们看 我这棵陈梦露也很漂亮吧 多头的陈梦露 现在也在上状态 所以大家说 我有很多好看的陈梦露 其实真正的好看的 都在玩家手里 今年特别火的 就是陈梦露的 带醉花的那个小树 我也收了一棵 我两天到了以后 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看我这片陈梦露 空了 带大家仔细地再来 一棵一棵地看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明天再见 拜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